先是地震,再来是墙台 连续的天灾,重创花莲的观光 游客人数锐减,没有了收入 许多店家不是苦称,就是选择席灯 现在就连知名的地标松原别馆 也决定从九月份开始要暂时的修园 著名的花莲观光景点松原别馆 宣布在八月底暂停营业 不少花莲民众及外地游客 听到别馆要休息,反而赶快来看 拿着相机记录下眼中的松原 0403花莲墙镇加上开密台风 强势席台重创花莲观光产业 不少业者面临倒闭困境 前身为花莲港陆军兵士部办公室的松原别馆 也预计将在八月底关闭庭院 真的很可惜,很可惜 这边拍照都好,很漂亮 我觉得是说它后方啊,刚刚我有去看 就是说树木啊有倒了蛮多的 那整个园区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一个 维护跟整理的部分 近期如果说还没有办法维护营运的话 那其实是对花莲的这个观光课来讲 或是说对学生来讲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遗憾 松原别馆城市日据时代花莲港陆军兵士部 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因园区内有30多棵老树 大树参天的民景成为市区重要景点 受到台风重创园区内树木倒塌老松野区修养生息 加上正后观光人数不如遗忘 也让业者决定九月起暂时修缘 他一直在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还会有回来的一天 那至于现在目前就可能是在内部一些整理整修维修 让我们的树能够再好好的成长 然后我们的建物也能够都好好的一些做一些整顿 松原别馆其实是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 也是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他由于是属于退府会在管理 因为这附近还有自来水公司 还有早期的花莲港放送局 那还有将军府日式的将军府 那还有以前的战府营 那过去这些东西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相信是可以成为一个小旅行 而且是很有卖点的地方 天灾重创花莲观光 松原别馆也将暂时修缘 经营团队相当不舍 也期待园区未来能与民众再度相见 记者徐丽新花莲报道